根据统计台中市一名消防员平均得服务1925位民众 显示消防员平均业务量高居6度之冠 而且目前有近两成人力还未补足 有议员就指出不光是消防人力吃紧 人员所佩戴的消防衣还有手提式无线电 都已经使用多年为台中换新 希望市府加速编列预算态换 保障消防低胸安全 台中市议会这天进行锦销环卫业务直询 有议员就身着重达23公斤的防眼消防服出现在议会 指出消防人员佩戴的无线电还有相关设备等 使用超过10年却没有太旧换新 要求市府尽快补足预算 这个对讲机 这一支很小的 这有银幕的很高的 另外针对日前因为民间企业赞助上千套消防救助服 另外针对日前因为民间企业赞助上千套消防救助服 通盘考虑以后特别定的一个出勤的原则 只要是救助的非火灾勤务可以穿这件 只要是跟火有关系的一定要穿消防衣到现场 这是我们在不同勤务 不同对不同的勤务的同仁 出勤的同仁对他的一个保护跟防护 消防局强调只要是无火源的救灾情势 可以穿着教清便的救助服 提高执勤时的弹性和灵活度 而目前也已经先使用花博预算1000万元 采购数位式和类比式双模无线电设备 保障修防人员救灾时的安全性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